老祖宗 有智慧 现代科学家 逐渐要肯定 古人 似乎有一种 本能 能够 知道过去未来 现在呢 我们这个本能 失掉了 这个话说的 也很有道理 确实有本能 那佛告诉我 本能是人人都有的 而且呢 并没有失掉 这个实 是迷失 不是真的失掉 有东西 把它障碍住了 本能不能先前 什么障碍呢 烦恼是障碍 罪业是障碍 烦恼 是自私自利 明文立阳 贪嗔痴慢 这些是烦恼 罪业了 是你造作的罪悟 啥到阴望 这是罪业了 这两种障碍 让你的本能不能先前 如果这两种障碍 我们把它放弃了 放下了 本能立刻就会复 那本能里头有什么呢 佛在华言经上告诉我们 说一切众生 借由如来智慧得相 换一句话说 每一个人 我们的智慧跟佛平等 因为智慧是从自信来的 不是从外头学来的 外面学的是知识 不是智慧 智慧从内心里头生出来 不从外来 心清静的 智慧就现前 心不清静的 智慧就射掉了 所以佛家常常用水做比喻 很有道理 水干净的时候 没有染污 没有风浪 水平向一面镜子 智慧是什么 照进 外面山和大地 照在里头清清楚楚 佛告诉我们 我们的本能是这个样子的 在讲心 如果有波浪了 有染污了 他就照不见了 这就是有烦恼 有罪孽的时候 这个能力不信 不是失掉 真正来讲 没有失掉 所以佛菩萨 他看得很清楚 他看到的 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是的 看到贫图 最等麽的 那